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我看在头条上有人写了一个东西 就今天说在海外华人圈里边两条新闻 大家比较关注 一条新闻呢是说胡锡进啊 有一个年轻的80后要接替胡锡进 但老胡说呢我还在 第二条新闻呢 在解读这条新闻的时候 大家都说怀念老胡老胡还没走呢 怀念什么呀 还有一条新闻说司马南遭遇了一个女的 我这么多年一直三流名人 一直像有点绯闻 一直没有绯闻 今天一看 说一个姓胡的女的 就胡锡进那个胡 说这个女的跟司马南怎么着 我一看 这女的是啊 胡舒立 胡舒立可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他那这女人的相龙系软子都不说了 用什么化妆品材也不说了 光是人家背负着美国人英国人 给他的一大堆的花环 哇 那不得了 讲胡舒立什么 说胡舒立力挺联想 踏伐司马南 还有人问我 说司马南怎么看啊 哟 我说我 我怎么有点 弄一种幸运的感觉 这光荣啊 你遭遇 柳传志遭遇胡舒立 这是我的荣幸 苍天大地 谁给了我这么大的幸运 让我有机会邂逅胡舒立啊 说起胡舒立 说起司马南 都是六十开拜奔七十去的了 对吧 胡舒立比我还大点 都是老江湖 我这个焦老头姐坏得很 哇 那胡舒立你也别装什么青春淑女了 对不对 当年力挺方方的时候 说慢点 当年力挺方方的时候 更早前 你力挺毛鱼市的时候 差不多在力挺毛鱼市 同一个时间段里边 所谓深度报道 背书理友 就北大方正 那个时候 我对胡小姐的武功啊 早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这事儿啊 大家千万别往这个男女绯闻的角度去想 这不是什么个人恩怨问题 更不是什么男女绯闻 不是我跟这小姐有什么爱恨情仇 胡舒立啊 是这么一个人 在新闻圈里边呢 这是一个美国人拼命要树立的一个典型 你想想 中国妇女能够得到的所有的荣誉 商界领袖能够得到的所有的荣誉 新闻圈能够得到所有的荣誉 美国人英国人刷刷刷刷 一年飞好几顶帽子 都给胡舒立连全球百位思想家 这么稀有的帽子 今年给你一次 百位全球思想家 明年还是胡舒立百位全球思想家 胡舒立又啥思想啊 但是美国人就是要打造 打造胡舒立的形象 形象美国人可谓不惜下血本 大家还记得吗 2005年几月 秋天 9月 柳传志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就美国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推举美中关系杰出人士 柳传志是唯一的一个 40年来 第一个 非美国人得这个奖 胡舒立得一大堆的奖 两个 由事观之啊 胡舒立 柳传志 不分伯仲也 在咱们体制之内呢 也曾经有一些高人 对胡舒立颇多 提携 暗中相助 哎 你说是不是看上了胡小姐啊 啊 容貌啊 方容啊 我觉得跟这事没关系 主要是因为 这么多年 我们党内不是有一些人 后来出事了都就两名人 没出事了就不谈吗 我告诉你 我们体制内有人 首属两端呢 在中美之间压饱 胡舒立受到某些人的重视 心里咋想咱们不知道 反正两头压饱 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因此 胡舒立一段时间 在中美两边都很吃得开 现在情况不一样 现在怎么不一样了 2012年一来 现在叫新时代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美国人赐予的光环 一顶顶帽子 那么多荣誉 美国得奖专业户啊 美国人一见胡舒立 自卑到哇 一顶顶 那帽子就飞 飞向胡舒立 非要给小姐发奖不可 但是现在大家知道吗 这光环啊 这帽子 同时也成了一种累赘 一种符号 到现在为止 胡舒立是 不错 在他领导那个杂志 发了社论 踏伐司马南 力听联想 但是我仔细看了看 我发现 其实 胡小姐也是犹豫再三 胡小姐最后 到最后最后 慢了好几拍呀 这已经折腾了一个月了 练了一个月了 关于联想 涉嫌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一个月了 柳小姐刚刚 财 羞答答地表明了和泰山 北斗共进退的决心 柳小姐是表态了 但在教父看来 柳教父看来 这表态就有点鸡贼呀 我们胡同话不好听 鸡贼 就是说你平衡来平衡去 你连个司马南的名字都没点呀 对不对 你也没直接提我老柳啊 我老柳什么人士啊 你支持 你为什么旗帜鲜明 立场更坚定 旗帜更鲜明 是吧 满山遍野 带着这个 带着这个你的部下 然后沙江过来 结我之为 老柳现在日子不好过啊 你去年挺方方的说 你不是很决绝吗 现在你为什么 表现得这么暧昧呀 所以大家看的是 胡舒立表现得非常坚决 力挺联想 踏发司马南 但是在柳八爷看来 你表现得不够啊 你知道吧 你对得起我吗 对不起 这事咱 这有文章 我接下来跟你说 有人呢 就盯着09年 联想改制 设想 国家资产 流失这个问题啊 看得也花了落 是太复杂了 水太深了 中关村水太深了 中科院水太深了 说司马南 你小些 等等 有多复杂呀 我告诉你 我说句夸口的话 没那么复杂 这才哪到哪啊 胡小姐不得不跳江出来 一台大戏刚刚开始 请大家仔细看看 这三张截图 老柳后边写两个什么字 红意 再看这两张截图 我把它标出来了 什么内容啊 看明白了吧 嘿嘿 你看那是不是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啊 老柳和小胡之间 到底什么关系 看清了吧 嘿嘿嘿 这一次 为什么胡舒立 会站出来力挺 柳传志 背后原因 其实也不简单 外电报到了 我看了 他们转给我了 说说2009年胡舒立啊 出走财经杂志 创立财新传媒 联想呢 以红意资本的名义 就老柳身后那俩大字 以红意资本的名义 投资 给钱 点了那么多票子 也就是说 联想 是财新的间接股东 明白了吧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 这下总明白了吧 关键时刻为什么胡舒立 要从这书站出来 胡舒立现在 他未必想站出来 这跟当年不一样了 但是他不得不站出来 为什么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 对不对 柳大 柳大哥日子不好过 联想控股 作为中国前十大民营企业之一 过去一直这么标榜嘛 那除了联想集团 还有红意资本 军联资本 等等很多家投资公司 六张小贷 一大堆P2P 一半以上收入来自于金融 在国内有众多投资 这是真的 所以联想背后盘根错节啊 很多利益捆绑在一块啊 按照这截图 现在迷惑惑惑的事实 那就是说 柳传志和胡舒立之间 有利益关系 因此这时候 他不得不站出来 我有一个朋友 跟我挺熟的 一 联想这事 突然间 他那时候不跟我吵 但是他就替这个老柳辩护 这个人很有口才 我佩服 那为什么 有的朋友帮我刨了个底 也是 两千多万投资还是第一期 所以老柳还是平时啊 无心插柳 柳成音 用到这正好合适 胡舒立曾经被媒体一直说 胡舒立是中国媒体的良心 你们都丧良心 你们都没良心 只有胡舒立有良心 然后呢 这个胡舒立呢 就被美国媒体包装成了 中国的新闻界的 什么什么什么人 那不得了啊 据说当年 树立胡舒立光辉形象的是 当年揭露呢 大型国企转制过程当中 钱落入到了私人口袋 假如按照 当年 就讲鲁能这件事 胡舒立的思维 那你联想到 现在我们质疑的联想 09年改制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胡舒立你绝不该力挺联想啊 你应该跟我观点一样啊 对不对 跟我们的想法一样啊 但是胡舒立偏偏 然后屁股坐到那边板凳上去了 他为什么呀 拿人钱了嘛 所以胡舒立这个事情啊 这个事情不简单 刚才我说了 前面力挺方方 力挺毛玉士 装装渐渐网上都有记录 你别说是胡舒立啊 当年马云雷军的上百位知名企业家 力挺联想 力挺柳传志2018年 那名单那场 好家伙 火得不得了吧 现在有没有一个人出来发声 有没有 基本没有 马云发声了吗 雷军发声了吗 谁住发声了吗 谁支持 09年联想 涉嫌郭子山流失问题 我就说给老刘打宝票 有一个跟联想关系非常密切的 那么一个人 我都不好意思提他的名字 也认识 打宝票 左边胸脯打 打这红了 右边右边胸脯打红了 说我给他打宝票 你的信誉值多少钱 你打宝票 对不对 现在柳传志自己都没有出来正面的回应 只是以联想控股的名义 然后发了一个羞大大的声明 那声明我说了 我打了个比方 隔壁王奶奶说 说的形象 好比联想自己在屋里说 我没事 我没事 然后呢 有一帮所谓财经媒体 呜起来说 联想没事 有事没事的 调查组 调查组 调查了之后才能结论 结论产生调查之后 知道吧 联想的事啊 简单说 吴树立是拿了联想的钱了 对吧 拿了联想的钱 现在替联想说话 从商业角度来说符合商业道德 而且胡舒立这样做也对得起老柳大哥 拿人钱财 天生小赞 这叫江湖规矩 但是你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解读为力挺联想 这么弯弯绕 这么曲解中央政策 这时候那我觉得这不合适 而且你这么弯弯绕 力挺联想 未见得真帮上老柳的忙 帮道忙帮正忙 不好说呀 这个事的确水很深 很多人看着有点晕 怎么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好 我这么说 现在双方主将都还没出场呢 啊 还没出场呢 那司马南 我司马南是个小角色 司马南是个电厂的小角色 司马南是个胡同串子 透露个消息 聚会的一个大姐 叫啥来着 聚会的一个大姐 透露说现在上面调查 调查组已经成立了 柳八爷09年以来 每次都能互动过去的那些事 要重新拿出来审视 这次柳八爷到底能够不能够糊弄过去 就看他的造化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 我们祝调查组齐开得胜 我们祝有传之胡淑丽 表演成功 那本旗开得胜 这本表演成功 大家想想 这出大戏该多么火爆 多么劲爆 一个月都没完 无论如何 算是长篇电视连续剧了吧 哎 现在还只是个序曲 只是个影子 大家要有耐心 当年揭穿 他人们涉嫌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十年前的事 当年那猖狂到什么程度 那个大炮 骂起司马南的时候 他能够把密尿科 圣志科 男厕所 女厕所 所有的脏话 全部连篇扔出来 下面一片叫好 按照那些人的说法 司马南你必败 因为你惹不起 地产豪强集团 但是 多其路 金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 济沧海 不是哪个人怎么样 时代变了 形势比人强 胡舒立 这个女人不简单 这个女人有很多很多的荣誉 这个荣誉呢 我有期节目 跟大家叨告过 这期再让大家加深一下 说胡舒立是什么样的人呢 胡舒立 我叫美国人 英国人告诉你 他1995年 得过美国 杰出新闻记者奖 他是中国人 但是美国人就给他 杰出新闻记者奖 2001年 美国上一周开 年度50名亚洲之星 2003年 世界新闻评论 好 2003年 国际编辑奖 2006年 再拿一个奖 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专栏作家之一 然后后来了 后来这个英国金融时报 又把这个奖给了 那个叫方方的 我姐方方 2006年 美国华尔街日报 一看金融时报 给了不够 我们再给一个 亚洲最值得关注的 十名女性之一 好家伙 跟昂山素季都搞得一块去了 一个级别的 2007年 哈佛大学 什么什么基金会 又给了提个 叫刘易思 什么什么新闻奖 2009年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注意啊 这已经不是新闻奖 不是妇女奖 不是什么社会活动奖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09年度 全世界百宁思想家之一 就是这个 就图片上这个 胡树立 2010年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再一次强调告诉全世界 胡树立 中国的胡树立 胡树立 2010年 世界百名思想家之一 同时获奖的 还有毛了个鱼了个是 天下的事啊 看似那么严肃 那么高大上 我怎么觉得那么滑稽 说的我都想笑 2011年 美国时代周开 年度全球最有影响力 排100个人 胡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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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柳都没得奖 胡树立得奖 所以胡树立 还是个重量级的人物 2011年10月 他的团队又获奖 2011年 然后又得什么新闻奖 2012年 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什么米苏里 什么新闻事业奖 2013年 福布斯什么 商界女士排行榜 2014年 福布斯什么亚洲 什么商界女士排行榜 荣誉就多了 什么荣誉博士学位 最关键的是胡树立 人家在南方某大学 当新闻学院院长 你看看 美国 中国 全都很吃得开 了得吧 我现在能查到的最新的荣誉 就是2017年 财富年度 50位全球杰出领袖 厉害 真的非常厉害 所以你看我荣幸吧 胡树立 刺死马南 听老柳 你看我 我何得何能啊 我这么大的幸运 邂逅胡树立 邂逅柳传志 鬼烈想的事情 我们找机会 还要再说 很多很多事还没说呢 感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